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年前 他们是香港娱乐圈最火的男艺人 有最好的朋友 最牛逼的事业 迈出的每一部都指向天王巨星 曾经两人一起拍的《新渣师兄》 比如今陈清令中的王一博和肖战的互动都还甜 比起大方互动 如今的CP拘谨得多 左边爱情 右边友情 唱歌也要你一句我一句 接受媒体采访 公然打闹调戏对方 这个羞涩的笑容我受不了了 人潮拥挤的晚宴上 我的目光永远望向你的方位 永远关注与你互动的人 系里系外CP感十足 这要放到现在 还不知道被传成啥样 陈关希在彩排时 谢霆锋就鬼马地走到他眼前 开始旋转 跳跃 跳起芭蕾 这是什么名场面 风飞链曝光 谢霆锋经常不开心 陈关希也不会好为人师 他觉得 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但自己会陪他 陈关希被粉丝围住 难以脱身 谢霆锋就让自己的助理去帮其脱困 陈关希人生第一次登上杂志 也是因为谢霆锋 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准时 1994年 15岁的谢霆锋被送到香港国际学校读书 在这所学校互为对方命运转折点的 两个男人相识 谢霆锋和陈关希同岁 时常待在一起玩闹 不仅如此 还经常在放学后 被龙哥载着去兰桂坊 龙哥就陪着这两个小朋友上学 放学 吃喝玩乐 逛夜点 纸醉精迷等红酒绿 拿着一打一打美金到处撒的成长精力 也养成了两人同样桀骜不驯的个性 一起上学那段时间 关希静得能穿同一条裤子 陈关希 那时候我常到谢霆锋家睡觉 谢霆锋也会来我家睡 不久后 谢贤因不善投资欠下巨战 小小年纪的谢霆锋不得不早早出道 谢霆锋 15、6岁时我希望帮家里挣点钱 1996年 签约英皇正式出道 那一年他才16岁 同时期的陈关希还在父亲的庇护下 继续过着他灯红酒绿的生活 20岁的谢霆锋已经出路锋芒 20岁的陈关希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遇到成龙和他当时的经纪人 被一眼相中 邀请他一起拍电影正式出道 2000年 陈关希出演了《特警新人类2》正式出道 同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一年的时间 陈关希就追上谢霆锋出道三四年的成绩 曾经的好友 同学还先后签约英皇成为同门 没多久 陈关希 谢霆锋 陈奕迅 陈小冬就被称为香港四小天王 不是每个试图打破常规的人都具备相匹配的实力和能力 但他们都是那个能打破常规的人 陈关希成名后 不愿再唱英皇给他的情歌 他觉得很闷 没想法的一人比较能和他们合作 因为个性问题 他跟公司矛盾不断 最后公司妥协 给你钱你自己录 看你能做出个什么东西 这之后 陈关希拉着自己的朋友们开始创作 一手极硬极油横空出世 还没开始宣传就成了流行榜冠军 那些年 两人以光的速度在香港演艺圈走红 也在共同的领域里各有各的桀骜不驯 一个面对狗仔跟拍 砸相机 打记者 一个当着狗仔的面和王妃牵手高调恋爱 同样桀骜不驯 一起走过少年时代的人 2002年 谢霆锋和陈关希被台湾网络评为最想包养的男性 谢霆锋笑言 有人出一亿才考虑 陈关希知道后 我给霆锋一亿让他陪我一晚 也是在同年 谢霆锋应顶包案 他被控妨碍司法公正 监禁14天 谢霆锋好不容易取得的成绩 形象一落千丈 这件事发生后 他决定暂别娱乐圈 再复出时 他将自己的事业重心转移到了影视方面 做事变得低调 内敛 当时 英皇艺人怜悯写慰问卡 只有陈关希单独写了一封信 委托人带给谢霆锋 他说 只有我知道些什么能让谢霆锋开心 他甚至还公布表示 谢霆锋是没人能替代的 因为他应该是全才 这个能一统谢霆锋 陈冠希审美的女人 两兄弟的审美本不一样 但张柏芝出现了 这个一统两人审美的女人 2001年 张柏芝和陈晓东分手 第二年在一个节目中遭遇车祸 谢霆锋奔跑着去医院探望 被港媒拍个正着 顶包案 谢霆锋在张柏芝家中被警察带走 轰动一时的风飞链宣告结束 之后 谢霆锋和王菲复合 没过多久 就被台媒拍到 张柏芝和陈冠希两人同游台湾 2007年 谢霆锋张柏芝结婚 曾经有媒体问陈冠希 谢霆锋结婚了 他何时结婚时 他说 在陈冠希心中 他太明白张柏芝是什么样的人 但他可能也没想到 这段三角恋会那么快大败于天下 然而几个月后 众所周知 08年初 一切变得不一样了 陈冠希宣布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这对发小也就此分道扬镳 之后 他前往美国 专心经营自己的潮牌 所有朋友都与他撇清关系 唯独对谢霆锋 他在2010的专访中公开回应 谢霆锋是他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人 此后 记者将陈冠希的这段自白转述给谢霆锋 谢霆锋并不愿多谈 之后在节目中 谢霆锋再次被问及陈冠希的问题 他说 但是陈冠希一直都只是通过媒体来传话 并未实质性地主动去跟他接触 但是谢霆锋在采访中 有正式回应过关于自己怎么看待陈冠希 他说 2011年 谢霆锋在剪头发 记者在楼下等他 这时候陈冠希出现 陈冠希 记者 听到这里的陈冠希勉强笑了一下 之后便离去 记者追上去问 还有和白芝联系吗 陈冠希并未回应 那时 张百芝和陈冠希在飞机上合照事件 发生在同一时期 之后不久 张百芝便和谢霆锋离婚 在谢霆锋离婚后 陈冠希接受采访 被问及张百芝离婚事件 他回应 互为对方命运转折点的两个男人 这次事件也彻底让香港曾经的两位顶流转换赛道 陈冠希远走美国 他重回娱乐圈的多次试水 宣告彻底失败 谢霆锋逐渐转到幕后 成了商人 甚至拿起锅铲做起了厨师 多年后 陈冠希又在ins上点赞了一条 谢霆锋送陈奕逊饼干的动态 在谢霆锋拍《怒火重案》时 陈冠希也有去剧组探班 两人隔着几米的距离 陈冠希也一直站在甄子丹旁边 并未和谢霆锋有任何交流 因为怒火重案 谢霆锋再次掌获澳门电影节影帝 两人同一年出生 都是天生的明星 都成长在破碎的家庭 15岁相识 成为好友 先后加入英皇 各自在音乐和影视上都有着自己的成绩 原本惺惺相惜的朋友 相交13年 最终形同陌路 虽然各自在媒体面前演示锋芒 但无论是谁 都不愿再主动踏出第一步 陈冠希还是一如既往的酷 骨子里就有股傲气 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 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和疲惫 不知道 陈冠希眼看着谢霆锋 成为香港金像奖最年轻的影帝 内心有无波澜 我想 得而不惜的后悔 远比痴心错付的难堪要痛苦一万倍 说他是天才可能过了 但是他确实很有天赋 没有任何表演学习经验 无间道理那个极度不甘心的眼神 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我想跟他换 这三秒的镜头的确是港片中的经典 而谢霆锋从质疑中走来 叛逆中成长的少年 同样遭遇挫折 也同样不服输 但比起陈冠希 他多一些规矩 诚恳和敬畏 正是对自己 对职业 对未来多的那一点敬畏 让他成为更招人喜欢的优质偶像